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張偉國 羅永生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名神宗萬曆帝》 薩爾虎之役 《國本之爭》平息後第二年 曼曆四十四年 公元一六一六年 明朝東北方的 遼東建州女真首領 起兵叛名建國 正月初一 努爾哈赤在他的根據地 赫圖阿拉 自稱福玉列國英明寒 以大金為國號 改年號為天命元年 宣告正式立國 曼曆四十七年 後今宮佔明朝的邊防重鎮 虎順關 曼曆帝任命曾經擔任 經略朝鮮軍武的老臣 楊浩為遼東經略 調集十多萬大軍 號稱四十七萬 精佛建州女真 楊浩滿懷信心 兵分四路 打算一舉直倒 魯爾哈赤的巢穴 赫圖阿拉 但西路大軍主將 杜松輕敵深入 被魯爾哈赤施以突襲 全軍覆沒 杜松被殺 其他各路大軍 亦被擊破 或不戰而退 魯爾哈赤大獲全勝 這場戰役 被視為清朝開國的關鍵之戰 由於大抗明軍的地點 是在薩爾湖山之下 所以稱為薩爾湖之戰 古今風雲人物 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張偉國 我是郭靈生 大家好 繼續說明神中 朱逸君故事 上次我們說到 在明神中作例的後期 這個所謂爭國本案 其實已經非常激烈了 沒錯 在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當時很多的士大夫 尤其是東林黨的士大夫 上次講過 所謂東林黨 即有一部分江南的士大夫 因為在爭國本 即爭立太子的事件裏面 失敗 被懲罰 於是去到江南 講學 然後評論時政 然後引起這個所謂士大夫們 對這個當時的皇長子 這個朱常樂 是同情 還有堅持用這個儒家的禮制 立長 這樣就不可以立外 於是乎萬力皇帝沒有辦法 在這個大臣的重重的壓力底下 終於妥協 就立這個朱常樂做皇太子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其實呢 對這個朝廷的元氣大傷 也種下了一些禍根 這個禍根就是 有很多當初支持萬力皇帝 準備推舉這個福王 朱常勳的人 就被這些東臨黨人 就被這些東臨黨人 視為政敵 視為我們所謂什麼 拍皇帝馬屁 於是非東臨黨人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發生了朝廷裏面的很多內鬥 其實話說回頭 雖然立了常樂做這個太子 但是據史書記憶 都不好過 因為始終 萬力大都是寵愛鄭貴妃 而鄭貴妃 因為得到萬力皇帝 經常想找辦法把太子押下來 扶持自己的親生兒子 年輕的張生兒子 福王常勳 據史書記憶 當常樂做太子的十幾二十年 其實都是很委屈 而且很擔驚仇怕 恐怕有一天 是被鄭貴妃押下來的 其實這件事影響到後來 神宗過身 都還有餘波 這個以後就是遲時再說 不過這個萬力皇帝 在未解決 表面上解決這個國本問題 爭議仍然繼續非常激烈的時候 爆發了遼東邊防的問題 這個遼東邊防其實就是 建州呂真人興起 半明建國 背叛明朝 當時這個所謂呂真 其實已經慢慢由這個 蓋辛國羅部統一了 當時他的尤長魯爾哈車 向萬力晚年已經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 叫後金國 這年如果用西歷的 萬力四十六年 萬力四十六年 這個公然1618年 他起兵的 1616建後金 這個後金國其實 他認為自己 是繼承了 遼金那個金 列北宋那個金 沒錯 這個魯爾哈車最初 在萬力十一年的時候 因為他父親和他祖父 幫明朝做內奸 來討伐一些反叛明朝的女真部 無辜 無辜被這個明朝的大軍殺了 無辜 無辜 明朝已經足以補償 我以前在講魯爾哈車的那幾集裡面 已經講過了 但是呢 這個魯爾哈車就忍住 忍了幾十年 三十年 差不多 到了萬力四十四年 然後就發爛 因為他已經統一了這個女真局 沒錯 建後金國 於是似 就半明建國 改年號做天明 在天命三年 剛才說的 萬力四十六年 一六一八年 就發起兵土命 用七大核 我們上期就講過 七大核告天 其實都是找藉口 幾十年後 當中其中一條 就說當年明君不擇他父親 已經要替他復仇 幾十年前 他都受了很多苦術 受了很多好處 如果不是明朝給他的苦術 根本魯爾哈車是沒有能力 統一女真 那樣的情況之下 魯爾哈車就攻佔了明朝的邊防重陣 虎順 虎順大家知道 是瀋陽義東的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今日 虎順仍然是遼寧省的東部的重要城市 是一個工業重陣 於是明朝 虎順關失陷 於是就策劃軍隊 來討伐魯爾哈車 我以前幾年前 去過魯爾哈車的發源地 這個赫圖阿拉 這個地方 就在虎順爾東的地方 這個地方四邊群山環繞 交通 現在就不是不便利 因為現在有高速公路 有很多橋樑隧道 穿過的 但以前就是迂迴曲折 翻山越嶺 然後去到這個山間的小盆地 這個盆地就不是很大 比起我們香港的元朗平原 其實都不大得很多 換句話 角力其實不太紅厚 不過他後來 征服了周圍很多很多數以千計 各種的女真的部落 這些實力就強大了 沒錯 將這個強大的所謂各個女真部落解散 然後改編為八帝兵 沒錯 最初是四席 後來擴大於八席 變成了一個 我們叫做什麼 軍民合一的一個軍團 這就是魯爾哈赤各方面的變化 那明朝是怎樣 苦順失敗了近經朝廷 當時萬曆皇帝雖然身體不好 但仍然很關心郭靖 於是特別設立了一個 遼東招司 任命當時的遼東巡府 楊稿做遼東經略 征召全國的大兵 兵分四路 涉立四路 東南西北四路大軍 結集號稱有六十萬大軍 但實際上大概二十萬左右 從江南四川 湖廣都調很多人上來 差不多一年調動 但有個問題 沒有軍響 沒有軍響 當時兵部尚書 韓三籌 苦苦哀求萬曆皇帝 皇上要撥軍響 三軍未動梁祖先 但萬曆皇帝始終不肯表 所以影響了整個軍事行動的部署等等 所以到了我們說 萬曆四十六年的時候 我們說大軍終於經過一年的征襲 終於定下來 分別有東南西北四路 第一個就是杜松西路軍 就是山海軍總兵 第二個就是南路 我們說就是遼東總兵李余柏 第三個就是北路 所謂科源總兵馬林 第四個就是東路 就是遼洋總兵劉庭 四路大軍 但是很特別 四路大軍沒有互相呼應 各自為征 而常好在中間也沒有很強力的指揮配合 所以變成了各自行兵 就有機會被這個魯儀庭逐個擊破 那情況是這樣 因為當時楊皓 在懲罰朝鮮的時候 是立過功的 所以他自己自為了不起 但是他手下的將領為了爭功 也認為自己的戰績標柄 就不聽指揮 這種在明朝來說 經常出現的軍隊裡的弊病 於是這個杜松 認為自己的身經百戰 老將 一直直接揮軍直入 不知道老耳黑 其實已經埋伏在薩爾虎 於是這個杜松 一直揮軍直入的時候 看到沒有阻力 就放鬆了 放鬆的時候 就在薩爾虎的河邊摘營 據說他就打大赤勒 在操練自己的軍馬 誰知道被老耳黑 和他的猛士 在山上已經看到了 趁他鬆懈 臨入野的時候 發大軍衝下去 將這個杜松 一下就擊敗 那情況下 杜松不如有詐 於是措手不及 全軍覆穫 然後這個老耳黑就說 我的策略就是怎樣 任他幾路來 我只一路去 專打一路軍隊 打贏了那支軍隊 再打其他軍隊 於是將杜松的軍隊 那些旗次軍艦服裝 自己全部拿了 然後自己軍隊 穿了明朝官兵的服裝 然後打北路軍 將馬林的軍隊 又打了 三支軍隊 劉廷又打敗 只有李如柏 和弟弟李如梅 他們的軍隊是如願軍而退 沒錯 所以我很懷疑 李如梁 都是李成梁的兒子 魯爾克曾經在李成梁的府邸 做過家丁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留有一手 留有一手 然後按通款曲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史書是不會記載這些 所以其實史書記載了 這場戰爭 其實魯爾克用五日時間 就將三路大兵擊潰 其實明朝用了一年時間來籌備 五日就被人打垮了 據後來史書記載了 今次的戰爭是死傷枕值 明軍死傷超過五萬 被殺的將士三百多 馬匹各樣東西超過十幾萬 火炮兩萬余劍 可以說 談全國的能力 打遼當戰爭 一戰而勝 結果是全軍覆沒 是的 而且還有 苦順的陣將李永芳 投降了給魯爾阿姐 魯爾阿姐收他做的駙馬 厲害 後來李永芳的家人 就合入了滿洲的八旗 所以我可以看到 魯爾阿姐非常厲害 對這個明朝來講 一方面瓦解他的鬥志 另一方面擊敗了內犯的敵人 古今風雲人物資萬力帝 主持張偉國羅永生 另一方面 魯爾阿姐不失實技 在他打贏了達耀虎之席之後 第二年一 就向瀋陽和廖陽進攻 勢如破竹 短短幾個月之內 已經將瀋陽和廖陽攻陷了 瀋陽和廖陽有個百萬軍民 雞飛狗走 有部份軍民投降給魯爾阿姐 有部份人逃走到廖西 所以魯爾阿姐徽軍令整個明朝 在山海關內只剩幾座孤城 剩下錦州、寧縣、杏山、塔山 這些是孤城 幾個孤城 整個遼東地區 全部進入滿洲的手裡 剩下幾個孤城 可想知道的情況是多麼兇險 所以走爛的軍民 逃亡根本連性命都不保 到處走 有部份遼東的漢人 被魯爾阿姐徽軍隊 俘虜了 成為了我們所謂的奴隸 在滿宇裏面叫鮑伊 鮑伊即是家勞 有部份 譬如有一個人叫曹仁 曹仁是康熙連監有很重要的 曹雪琴的祖父 是很重要的一個親信 曹雪琴的祖父 據說是康熙皇帝派他去江南地方 做江南職座 農絡江南的漢人 就是說看滿洲人 替滿清政府向漢人示好 其實也是收集情報 曹仁是漢人背景的 不過他是入了滿洲正白旗的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曹仁是漢人 血統是漢人 但是他的身份是滿洲正白旗的鮑伊 所以這個就是因為他的祖先在鮑伊 進攻遼洋瀋陽的時候 是被俘虜成為了家勞 滿洲家勞 但是家勞都有相當高的地位 最主我們說薩爾虎一役 可以說關閉到整個後來 明朝和清朝的勢力的轉變 之前明朝還是掌控了遼東地區 但是薩爾虎一役敗亡之後 明朝可以說已經完全退回到關裡 整個明和滿洲的交往處於被動狀態 明朝只有守勢沒有攻勢 而清人步步進逼 最後我們就說了 後來因為大家知道了 這個李自成的喜 亦都令到吳三季等等 其實最早的原因就是破綻在這裏 所以有人就說了 其實薩爾虎一役 是導致明朝大亡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也有人就說了 這個明朝的滅亡 是由萬曆皇帝開始的 我們在講歷史來說 也都不完全能否否認這個說法 所以萬曆皇帝到最後兩年 萬曆四十六年 其實已經是 心力交渉 處於一個很難挽回的局面 所以身體已經非常之差了 到了萬曆四十八年的年初 已經奄奄一息 最後結果就病死了 病死了的時候當然 突然那個帝位很自然傳給黃太子朱常樂 即是後來的光宗 但是這裡有小插曲 張先生剛才說了 其實早上萬曆皇帝幾天 就去皇后皇室死了 但是因為皇室死了之後 其實當時鄭貴妃就說我要侍奉皇上 所以乘機就搬進乾清宮住 侍奉皇上 當乾清宮是皇上住的地方 所以當萬曆皇帝死了之後 常樂要職位 職位本來應該居住乾清宮 但是鄭貴妃賴死不走 而常樂新的皇帝也不敢告 繼續居在自己的太子的慈慶宮 所以鬧得很大件事 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所說的 其實常樂雖然做了太子這麼多年 但是都是處於一種所謂的寄人來 處處為恐鄭貴妃將他攀下來的景點 甚至他父親死了之後 他都不敢第一時間要求鄭貴妃搬走 因為據史書叫做 這個萬曆皇帝臨死前有遺照 就說要立鄭貴妃為皇后 這件事很大 引起了後來很多很多的所謂的爭議 爭議不過幸好 當時那些東林黨的時大夫門 堅持由所謂的江宗常樂 繼承這個帝位 而且江宗已經年紀大了 三十多歲 一定要在乾清宮登基 而且舉行登基典禮 當然在當時的宮中有很多爭議 說萬曆皇帝駕崩之後 還要守候各種各樣的事 但是這個東林黨的時大夫 這個大臣們是堅持要這個 江宗能夠正常地職位 所以萬貴妃也無可內行 最後江宗也繼承帝位 不過江宗繼位之後沒多久 遇到一件非常嚴峻的事出現 這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江宗皇帝原來身體已經非常之差 差到其實不良於行 出入也要人扶持 雖然爸爸已經死了 但是他自己雖然年紀 還是三十多歲 但是其實身體已經非常差 史書記載的身體差 因為他整天生活在惶恐之下 他史書記載的身體 唯有什麼呢 唯有找些東西來解悶 結果是沉溺女色 結果可能虛號過度 第二也有史書記載 江宗即位之後 比較親徵 將他父親的遺言 除了吳立鄭貴妃為皇后之外 其他人全部執行 於是他每天上朝 一改朝政 因為萬曆皇帝幾十年沒有上朝 江宗上朝 有個笑話出來 就是幾十年沒有上朝 不知上朝是什麼事 結果每個人上朝 吵彎巴巴 江宗大陸震道 不能夠這樣 毫無體痛 結果又動了氣 動了氣 身體又再差 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鄭貴妃 因為既然現在已經大局已定 他都要想辦法自處 所以他雖然從乾清宮搬走了 搬到慈慶宮住 搬到慈慶宮 但都要衛保自己的位置 於是想辦法討好新皇帝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 就是特別拉攏江宗的愛妃 就是李璇氏 李璇氏 大家知道李璇氏 就是後來希宗的養母 因為希宗的媽媽早死 萬曆皇帝就很喜歡希宗 即是朱尤教 指定由李璇氏 來撫育皇孫長太 所以李璇氏 跟鄭貴妃是一路的 所以希望立李璇氏做皇后 推舉鄭貴妃做皇太 但這個很著落 另外鄭貴妃一保 就是獻美女 知道皇帝都是年輕人 也是好色的 於是盡了八個美女給新皇帝 結果據史書叫做 皇帝早朝很累 做很多症狀 身體也不好 但落朝之後 沉迷去男女寬愛之中 結果搞到身體是江河日下 及後有一個宦官叫崔文星 崔文星就是 丙不太監 以及掌若太監 就盡了一副大王給江宗 就說能夠撞這個年輕人 誰知江宗吃了之後 據史書記載 連射三十幾次 搞到整個人虛脫了 命危一線 甚至乎 江宗的情況如何 不如留下一次繼續吧 作詞文字幕提供 棚之間 看見 戰员 蔣 禁 Treasure 你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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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